大哥老闆啊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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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邊怎麼樣 我這邊OK 我們是本劇台灣跟新加坡縣的 藥角 藥角 他們說了他們說 你們藥角耶 你們說花 兩朵花式 所以我們這個禮可 上禮拜我們新加坡縣一二集播了吧 對 那一條在裡面演了淡小愛 對 偷錢 小愛偷錢 偷護照 對啊 然後換人家的手機 對 到了新加坡 沒錯 所以在新加坡人家有什麼事啊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鎖定藍震榮的角色 為什麼會鎖定藍震榮的角色 因為他原本是一個台灣的 對 陶藝老師 你知道見面三分情嗎 就算他不太記得我 可是總比你去鎖定一個 完全不認識的富二代有機會 而且你知道 大家就是離開家鄉打拼 其實會有一種 同病相連的那種情依 所以我覺得其實小愛是很聰明的 找一個重鄉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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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是他跟碰到明媛的時候 假裝他的耳環掉 因為他看到明媛在找耳環 我覺得這招超聰明 我是不是應該還蠻好看在新加坡 你應該蠻好看一下 你看喔 你要跟一個人聊天喔 然後他在找耳環 你也在找耳環 馬上就有話聊了 蛤你耳環也不見嗎 你知道就是他小愛超聰明的 他完全知道怎麼跟上流社會的人 而且小愛很多理論 所以我看了我會看劇本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這小愛很厲害 我都會想看 對他自己小世界的理論很多 對 所以瑋瑜是不是要學一下 瑋瑜本身就是比較認真工事 所以 真的真的你是 我是那個意想天開 那他的工作是為了他的 他其實在追尋他想要的夢想 我也在追尋我的夢想 那我的夢想就是比較偏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劉威瑜平常應該是一個宅女 只是他在工作的時候 又非常的認真 那本來其實是在追岸 然後追一追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又跑到追愛 到底要追愛還是追岸 就是每個禮拜 矛盾 好像在馬上話 每個禮拜 台灣聖跟新鄉公園 大家真的要看下去 因為我們兩個故事都很 就是很多人都有非常多的糾葛 對 而且這個禮拜就是 因為這個是創史上第一次的 就是台灣新加坡多雙主線 雙主線 雙邊 所以大家這邊看完了之後 看那邊很多人 上個禮拜看了 新加坡線之後就發現說 原來 解答到了 台灣線沒看清楚的東西 然後又有一些東西 要留到台灣線的三世紀 你會發現 原來 又有一些線索 對 然後又要往下看下去才知道 對 一定要有耐性的看下去 後面越來越精彩 就是 反而中 還是要我活力啊 一滴茶 一滴茶 但是 一滴茶 好 好 謝謝